敢公开挑衅赌王家族的人 尤其只有李嘉欣 2008年李嘉欣终于得偿所愿 嫁给了豪门公子许靖亨 可明明是何超雄让给他的男人 李嘉欣却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在婚礼将近时 公然挑衅赌王家族 他前世将婚期 特意定在了赌王生日这一天 同时李嘉欣还不忘 把婚宴地点设在了 何超雄名下的酒店 似乎是有意提醒对方 自己成功抢走了他的男人 还顺利上位 面对李嘉欣如此不上台面的挑衅 何鸿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当即回怼道 当被记者问及 这会不会是许靖亨最后一次结婚时 何鸿燊的回答更是充满讽刺之意 面对前任岳父的内涵 许靖亨并没有加以回怼 但李嘉欣却坐不住了 一向高调的他 当众对何鸿燊送上了另类祝福 他表示 诸独王长命千岁 继续提供娱乐话题 要知道当时何鸿燊已经年近90岁 李嘉欣的话语明显充满了诅咒意味 而何超雄虽然没有直接和李嘉欣展开舌战 但他却用一件婚纱狠狠打脸了李嘉欣 李嘉欣打婚当日 何超雄在自己的酒店大堂中摆出了一件穿婚纱的模特 而这件婚纱正是当初何超雄家与许靖亨时所穿的 总价高达60万 看到何超雄17年前穿过的天价婚纱 媒体们正向报道此事 完全不过今天结婚的是李嘉欣 可风头被抢还不是最尴尬的 即便李嘉欣在婚礼上连换三套礼服 总价都没有60万 可见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 更何况当初何超雄出嫁时 何鸿燊还送上了10亿的嫁妆 可李嘉欣出嫁 正常婚礼的花费也不过500万 远不及何超雄的百分之一 没想到李嘉欣明晃晃的挑衅 却让自己成为全港的笑话 而嫁进许家后 李嘉欣也没过上梦寐以求的豪门生活 每个月只能靠着200万的生活费度日 在名媛客台圈更是没有地位可言 对此李嘉欣只能把所有怨气都加到了何超雄身上 后来何鸿燊去世 李嘉欣便暗戳戳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与陈百强的合影 借此往何超雄的伤口上撒盐 可面对如此挑衅 何超雄却选择置之不理 这一明智之据 更衬托得李嘉欣像个跳梁小丑 不管他再怎么起眼 用什么样的小动作 何超雄也不会给李嘉欣任何脸色 果然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 在格局这件事上 何超雄分分钟秒杀李嘉欣 来自我认为李嘉欣任何输入 从来自我认为李嘉欣任何输入